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周的桃园美食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口感丰富,超美味的番薯包 用番薯做的外皮,软糯中带着Q糖 香甜可口,内里馅料满满 鲜香爽口,一口下去咸甜适口 口感丰富,超级美味 心动的朋友就马上跟着我一起来做吧 首先准备好所需的食材 白萝卜刨成丝后,加点盐 搅拌均匀,腌制一会儿 十分钟后,挤出多余的水分 这样更方便接下来的包制 剩余食材,全部切丁备用 接着我们来炒制馅料 锅热以后,加入适量的橄榄油 先下入切好的猪肉丁 翻炒至变色后,加入洋葱碎 香菇丁 翻炒出香味后,我们来简单的调一下味道 加入适量的盐 生抽一汤匙 料酒一汤匙 白糖三分之一汤匙 搅拌均匀,翻炒入味 最后分别加入红白萝卜丝 继续翻炒至萝卜丝变软即可 最后加入虾皮增鲜 根据个人喜好还可以加点胡椒粉 少量的鸡精调味 翻炒均匀后,关火 出锅前加入蒜叶或者葱末 搅拌均匀即可 我们的馅料就炒制完成了 出锅后,放凉备用 准备去皮番薯400克 切成薄片后,蒸熟 趁热压成泥 今天用到的是红芯番薯 没有的也可以用黄芯番薯代替 准备水膜糯米粉250克 加入面粉150克 先搅拌均匀 然后分次加入到红薯泥里 搅拌到看不见干粉颗粒 再接着加入一部分粉 薯泥和粉类的比例大致是1比1 由于番薯的含水量不同 大家在做的时候 在此基础上可以做灵活的调整 搅拌成团后,最后加入1汤匙的猪油 没有猪油的也可以用其他食用油代替 下手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揉好后的面团是一个软硬适中的状态 加盖让面团松弛10分钟 松弛好后,把面团直接移到案板上 操作过程中可撒适量的面粉繁粘 搓成一个长条 分割成大小均匀的剂子 取个剂子按扁擀开 面皮厚度可按个人喜好做调整 在面片的中心位置加入适量的馅料 然后顺着方向将边缘捏合收口 和我们平时包包子的手法是一样的 然后整成一个自己喜欢的形状 椭圆形或者圆形都可以 一个番薯包的生胚就完成了 同样的方法,我们继续把剩余的都做完 生胚全部做好后,移入蒸屉 生胚之间要留有空隙 以免蒸熟后体积变大,粘连在一起 沸水上锅蒸 加盖开大火蒸汁 等上汽后计时15分钟即可出锅 蒸好后的番薯包体积明显增大 出锅后会稍微回缩一点 金灿灿的外表 一看上去就让人非常的有食欲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先吃为尽 皮薄馅足,甜咸交错,口感非常丰富 这款番薯包好吃的关键 绝不仅仅与鲜美的馅料 用红薯做的外皮,软糯中带着Q糖 香甜有嚼劲,让整体口感增色不少 即使放凉后外皮也不会发硬 Q糖加倍,也是别有一方风味 平时吃腻了用红薯做甜点的朋友们 一定要尝试一下这款番薯包 咸甜适口,鲜香味美 相信你们也会喜欢的 今天的美食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记得给我点赞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老周,我们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